本集的凡帝钢连线会和你一起踏入献身生活里 还有主图会的张思千神父为我们细说他的福传录 欢迎大家收看眼语光电视节目凡帝钢连线 我是钱露玲,Jan 我是Leonard Yin,Rodney Jane,今年除了是2015年之外 还是教会的献身生活年 是,献身生活年于2014年的11月30日将临起第一主日开始 直到2016年的2月2日结束 提到献身生活年会让我想到圣招 Rodney,什么是圣招呢? 大部分人提及圣照的时候都会将它狹意化 会第一时间联想到收到的圣照 即是说用于神父、收事、收女身上 而事实上在生活的道路上 我们可分为三种的圣照 就是收到、结婚、独身 每一种都有它的特定意义和价值 人无论以任何方式生活都能够完成和回应天主在他身上的召唤 但是人要怎样过自己的生活呢? 最重要的是看清楚天主的旨意 我们怎样才能知道自己有圣招呢? 知道后应该怎样回应呢? 圣照是上主的旨意 是需要在我们的生活实践中慢慢去灵回的 要不断地问、不断地发现 知道后,然后回应 这个过程是没有终结的 我们应该一步一步地跟随,实行 圣照是一个不断的追寻 在圣照的回应中 常常都是天主做主动去走第一步 会告诉儿女们要去哪一个方向行走 人就是天主的儿女 作为儿女的要慷慨地回应父母的召唤 人也要慷慨地回应天主 同时也要信靠着圣神的带领 究竟您是修道、结婚 还是独身生活的人呢? 那么就要不断地祈祷 要静心聆听 然后不断地追寻、不断地回应 独现身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抉择 近年来,选择独修道生活的人士 更每况愈下 相信世俗化、物质化的生活是一大阻力 《教宗方制国》在去年3月3日的《微术港道》中 特别邀请大家向天主祈求圣照 求祂派遣一心向主的神父、秀女 使他们免于眷戀、虚荣、权势和金钱 《教宗》的弥撒讲道围绕当天讲述 富贵少年的福音 一位富贵少年跪在耶稣面前 问他怎样做才能承受永生 《教宗》强调这位少年热切渴望聆听耶稣的话语 他是个善良的人 从小就遵守诫命 但这位他还不够 他渴望更多 圣神引领着他 耶稣定睛看他 就喜爱他 对他说 你去变卖你所有的一切 然后来跟随我宣讲福音 听了这话 那人就面带愁荣 忧郁地走了 因为他有许多产业 教宗解释 这位少年的心 为圣神所推动 圣神引领他接近耶稣 跟随耶稣 但他的心是满了 他没有勇气涂空内心 他选择了金钱 他的心里面装满了钱 但他不是小偷 也不是罪犯 他是一个好人 从未偷窃 也没有欺责过任何人 他的钱都是正途得回来的 但他的内心受到束缚 牵挂着金钱 他没有选择的自由 因为金钱为他作了决定 几多年青人 因为内心感受到接近耶稣的召唤 而激动不已 他们既不始于在耶稣面前屈膝跪拜 也不始于公开表明自己对耶稣基督的信仰 他们渴望跟随耶稣 但其他事情占据他们的心 他们没有勇气涂空内心 他们退却、喜乐、变成忧伤 今天很多青年也有圣诏 但经常有些事情令他们却步 为此教宗呼吁大家祈求上主 让这些年轻人能掏空内心 除去其他利益和贪恋 使他们的心变得无拘无束 教宗勉励人们为这些青年热切祈祷说 上主请帮助这些年轻人 愿他们获享自由不再受奴役 愿他们的心单单只为你 教宗也请众人祈祷说 上主请派给我们修女和神父 请忽悠他们免于眷恋、虚荣、傲慢、 权势和金钱 这是我们的祈祷 为能准备心灵 让他们能紧紧追随耶稣 教宗定下的献身生活年 就是为了勉励所有度献身生活者 同时也邀请信众、支持和尊重 这些度献身生活的人 特别是正准备过这种生活的兄弟姐妹 在献身生活年中 教宗也为度献身生活的人士定下了目标 教宗于2014年11月28日公布了中座目柬 将这个目柬作为献身生活年的序幕 他说 我期待你们换醒世界 因为构成献身生活的特点是说先之话 这是教宗方济阁写信给 度献身生活及使徒生活的修会团体人士 对他们作出的勉励 教宗方济阁的信涵 吸取了圣约万保六二世奉献生活劝语中的思想 列出献身生活年的目标 期待及远景 教宗为度奉献生活人士 提出实现他们圣招的三个首要目标 第一是心怀感恩看过去 要永远保持自己的身份 对言行不一、人性软弱 甚至忘却神恩的主要内容 不可视而不见 第二是满腔热忱地活在当下 以共荣精神圆满地度福音生活 第三是对未来寄予希望 面对奉献生活中遇到的众多困难 尤其是圣昭危机 不要灰心丧气 教宗告诫年轻修会人士 不要陷入数目和效率的诱惑 更不可只靠他们自己的力量 爱德的想象力没有限度 但他需要热情 把福音的气息带到各种文化和不同的社会范围 若晓得在团体中传播信仰上所体验到的喜乐和幸福 就能使教会增进他的吸引力 赋予教会价值是兄弟有爱、关怀及分享的见证 教会必须讲先之话 讲先之话的人能够洞察他们所生活的历史 解释其中的事件 揭露罪恶和不宜 教宗并不期待到奉献生活的人 活在乌托邦的梦幻里面 但应该去创建其他场所 让赠予、有爱、差异、彼此相爱的福音逻辑 在那里居住 这个场所是理想之地 而不应该是孤立现实的后果 因为使它实现的是修会团体 教宗而且寄望 献身生活年能够成为不同团体 乃至不同教会日益密切合作的时机 在接纳难民、关怀穷人、宣讲福音 开启祈祷生活上攜手并进 教宗在《宗座默寒》中 不忘提到平信徒的重要角色 他们与度现身生活的人 共同分享理想、意志和使命 教宗在信中也勉励主教兄弟们 应在各自的团体中 殷勤地推动不同神 支援、鼓励及说明信友 进行分辨、好使奉献生活的美妙 及盛德在教会中焕发出光芒 教宗在2014年11月30日 章临期第一主日 正正在这个献身生活年 正式揭幕的前夕 在罗马圣母大殿 举行了祈祷首夜礼中 向世界各地所有度献身生活者 发表了视频信息 教宗在视频中首先感谢上主给教会和世界赐下现身生活这份珍贵的恩典 并且鼓励度现身生活者把握良机 以适当的方式发挥这份恩典 教宗方济各在视频讯息中再度向度现身生活的男女发出呼吁说 你们要唤醒世界 要唤醒世界 他提出实践的方法是把基督放在生活的中心 教宗方济各指出 让耶稣的手来触摸自己 听从耶稣声音的引导 以及接受耶稣恩宠的支援 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我们能在福音中找到援助 教宗勉励说 我们要以福音作为生活方式 把福音转为简朴且言行一致的日常举止 这样你们就能克服那把福音变成意识形态的诱惑 福音将使你们的生活与使命永保青春 使之具有现实意义并吸引众人 福音是块坚固的土地 我们在那里勇敢前行 教宗接着对度现身生活者说 走出你们的巢穴迎向今日男女的边缘地带 为此让基督与你们相遇 与他相遇的将督处你们与他人相遇 把你们带向最急需最贫困的人群 且要求你们的警醒 好能发现圣神的心意 要求你们清醒 好能看清前线复杂局势 要求你们有分辨的能力 好能认出限度和适当的行动方式 要求你们融入现实 触摸在人身上耶稣受苦骨肉 走出你们的巢穴迎向今日男女的边缘地带 主徒会会视张诗谦神父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他生于中国 及后去到新加坡为天主服务 我们一起看看张神父的分享 今天很高兴请到一位远度由新加坡而来的主徒会会视 他也是新加坡天主教神学院的副院长 亦也是一位伦理神学的博士 他就是张诗谦神父 张诗谦神父 你好 你好 罗妮 我想问张诗谦神父 为什么你会加入主徒会 可以说是一个缘分吧 缘分按我们教会的专业术语呢 也可以说是天主的恩宠 至于为什么加入主徒会呢 有可能我们可以想一想 比如我们有结婚的人 你想一想 为什么你会找到你的太太 或者一位女士找到你的太太 可以说是天主给的一种恩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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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找到了以后 结婚以后 可以保证这是最好的选择吗 可以保证这是最好的选择吗 我想 既然已经做出了这个生命的决定 就需要是有一个忠信 所以我这里既然已经做出了这个生命的决定 既然在十多年以前 已经做出了终身的决定 发永远加入主徒会 我希望就是做一个忠实的主徒 那你加入了主徒会之后 曾经去过那几个地方服务呢 我在受主徒会的天主给我这个招教 进入主徒会 我就在新加坡的天主教 叫神学院 就读 哲学神学 圣完神父以后 我在新加坡的一个教堂服务 服务了两年的时间 之后呢 又修会派遣我去罗马读书 拿到学位以后 我很非常的有幸 在我的会祖刚横溢出生的地方 也就是罗马的 龚高底亚教区 服务了一年的时间 在当地除了牧林服务以外 也特别地进行了 有关刚横溢书记 它的一些材料的收集 准备工作 之后 修会派遣我回到新加坡服务 前后在新加坡服务 大概十二年的时间 作为一个华人神父 也有十二年的在不同地方服务的经验 去到新加坡的时候 在一个唐区 现在的圣十字架唐 的一个华文的神司 那其实如何去推动本土化的福全呢 和当中有什么挑战呢 华人的福传 我觉得福传和牧民是紧密相连的 牧民主要是对于我们教会的 教友们内部的 怎么样组织协调 培育 而福传主要是面向 我们还没有进入教会的 广大的群众的 怎么样给他们介绍教会的信仰 如果我们只是把我们的面向放在牧民中 我们只是做自己的事情 这样的话我们教会没有活力 仿佛是 为什么死海的水是这么的咸 因为它得到了 拿到的是 约旦河的河水 但是它并没有地方 能够流出去 慢慢地 接受了很多东西 它的水分经过蒸发 盐没有蒸发掉 所以慢慢地 越来越咸 就成了死海了 如果我们教会需要有活力的话 就需要有向外去做福传 用福传来带动我们教会的 教友们的 他们内部的牧民的活力 如果我们有去需要福传的话 我们就需要来调动 教友们的福传的积极性 所以福传不光是我们神职人员的事情 这也是我们新加坡总教区 在今年2014年1月22日 正式成立新加坡天主教神学院的一个 给我们的一个喜训 这个神学院特别的就是为了 我们的平信徒的神学培育 如果要让我们的平信徒去福传 我们需要给予他们适当的神学培育 特别的是这个神学院 不光有传统上的新加坡 作为一个英文为主流的社会 不光有英文的课程 而且还是计划 开始华文的交友培训课程 刚才我们提到华文的福传活动 这里面如果对于新加坡的教会来说 也特别要注意到 因为新加坡的天主教是以英文为主流的教会 拿圣十字架堂来说 教友有大概5000人 华文教友有150人 占整个教友的3% 虽然我们有英文的教会 华文的教会 但是我们对我们的一个挑战就是 我们要时刻地提醒自己 是一个天主教会 怎么样在适当的时机 我们使这两部分教友有一个合作的机会 是一个教会 两种语言 谢谢张神父 教宗引用了福音的喜乐 劝语的话 来勉励度现身生活者 他说 我们要脚踏实地的 却不丢失那充满希望的喜悦 勇气和奉献 圣母玛利亚 众门徒和传教者的典范 会在这现身生活年期间 与我们长相左右 以母爱的目光守护我们 让我们跟圣母一起 为所有现身生活者祈祷 重温本集的内容 请浏览本台的网页 sortanice.org slash chinese 多谢各位收看 天主保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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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